小燕一直瞒着所有人 你既然知道真相 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不希望 你们把她当成病人 所以 她跟小植分手 也是因为这个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她 作为朋友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照顾好她 还有她的家人 然后 像她一样 在任何情况下 都过着不回的人生 谢谢 谢谢 你终于来了 情况怎么样 李延芝行了吗 我 我回头再详细地跟你解释 前一后果 我也是刚听说小燕 在之前执行任务的时候 接触到了放射性物质 总之你先跟我一起去监护室 喂点血给小燕 把她身体里那些 该死的癌细胞杀掉 我也是刚听说小燕 你冷静一下 遇到这种事情 你肯定很难受 但我不能救她 薛妖怪 你不要再小心眼了 小燕的情欢现在真的很严重 你要不救她的话 她真的会死 过来 为什么呀 薛妖怪我知道这让你很为难 但我求求你了就这一次 小燕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 她妈也是我干妈 我真的不忍心看她们白发人 送黑发人哪 小植人 人类生老病死 是自然规则 想要以人类的身份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生存下去 就要遵守规则 当初勇喜救了你 已经是破例了 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 我没有让你一而再再而三地 去打破你的规则 小燕她 她相当于我的弟弟 就算为了我 再破例一次 不行吗 小植人 你先冷静一下 不要碰我 之前不告诉你 就是怕得会这样 你说什么 你早就知道了 你早就知道了 是 我很抱歉 我不是救世主 是 我很抱歉 我不是救世主 我不想让你再过来 老板 是我 老板 是我 根本就没有照片 是警察设的陷阱 我知道 现在警察 都还在排查 右腿中枪的人 老板 要不是你有陷阱之名 我根本就出不来 等等 这是什么 去的时候带上它 记住 无论你受多严重的伤 把伤喝下去 接下来要怎么做 你自己就知道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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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警察根本就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才能成功地逃出来 当然 你是我最看重的人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谢谢老板 对了 老板 我还有一个事要跟您汇报一下 我遇到了薛灵乔 不过他倒是没对我怎么样 我倒是怀疑警察涉嫌疑这事 肯定跟他有关 好 你小心一点 李家伙 再闻顺 狼终究是狼 不是家权 最近形势低调点 除了正常的工作以外 不要有什么异常的剧动 不要被警察抓到你的把柄 好 我知道了吧 老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家大乔没在家啊 我差点把她丢了 我和小燕的相似 小燕 就是不想让亲人朋友伤心 才一直隐瞒的 现在这个情况 你也别太难过了 否则 小燕的苦心就白费了 他从小就是个内向又固执的家伙 认定的事情就会一条道走到黑 即使被误会也不会去边境 所以他暗恋了你那么多年 直到你交了六人男友都不合适 才决定自己挺身而出的 那个时候 我只是把他当成弟弟看待 他也从来不向我表露他的心思 可 也许是我一直反应太迟钝了 就像这次这样 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意外 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意外 我应该早就喝到你们的喜酒了 医生那怎么说 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吗 这样的病 是没有太多办法的 上次你出车祸 不 我们怀疑是那个怪物 用他的血液救了你 他的血液当中 拥有天然的完美修复霉 如果能找到他救小燕就好了 即使找得到 他也不一定愿意出手相救吧 你能找到他 不能